我會覺得 趕快筆記下來 這個要筆記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Blair 今天呢如標題所說 要來分享 如何成為人見人愛的女子 那為什麼強調女子呢 是因為 依我的小暖門大概99.8% 都是女生 然後我自己也在一個 充滿女生的工作環境下 然後我自己家裡啊 我妹啊我媽啊 第二個原因呢 是因為我想要推薦這本書叫做 女子人紀學 他是一個日本的作家叫做 有穿真有美 我有我的名字上面推薦喔 他在講人紀學嘛 然後我真的要很勇於跟大家承認 我從小到大 每一個階段小學高中國中到升到大學 我會有群非常非常的好的朋友 但是我會有一群人是非常非常討厭我 但我不是那種完全的被攻擊啊 或是被排擠或被霸凌 因為我有點是 就可能班上分兩派 然後我是另外一派的頭 的那種感覺 我懂我懂 然後我個性本來就是一個 天生有缺陷的人 其實就是因為我的個性也太鮮明了 我有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會很強勢的表達出來 那這本書我剛剛會說 我很願意分享 所以簡單的告訴你說 對你要這樣想 你要這樣想 可是沒有到很深 整類的我覺得幾個highlight 分享給大家 一起成為人見人愛的女子吧 首先第一步呢 你要先養成人見人愛的體質 但我要說就是 不可能全世界都愛你好嗎 你至少先把你那個體質養成一個 欸至少大部分人都會很喜歡你 然後覺得很討喜 第一個呢 就是你講話的時候 要非常有正能量 沒有人會喜歡跟有負能量在一起 哎呦我怎麼我就是負能量 但他們其實還是希望 有正面的思考 提醒他們 或是給他們更多的陽光 空氣水 除此之外呢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交談 然後互動 然後話語 他都是有能量的共振 就是你今天跟一個非常非常負面的人溝通 然後久了 就一整天覺得有點陰陰灰灰的 但是你的能量跟這個人共振 或是你跟這個團體共振 所以他很多人說 你一定要精進自己去上課啊 比如說你想要成為一個企業家 就上一個企業的課 因為那個能量的共振 才是你真的想要達到那個頻率 相同的如果你很討厭怎麼樣能量 或是你覺得 你明明知道那個是不好的磁場的話 就要讓自己離開 第二個人見人愛的體質 就是你要有 有適當的幽默感 裡面講的就是幽默感 但我前面自己加了適當的 是因為有些人會自以為很有幽默感 但你會覺得 嗯 就是三條線 然後後來就覺得 傻眼 就是蛤 什麼意思 尤其是冒犯到別人啊 或是你可能講到 其他人的痛處 讓別人難堪 或是讓自己難堪 就不太是幽默 就變成你那個尺度要懂得去拿捏 那怎麼去拿捏 幽默感這個尺度 他可能又是另外一篇可以討論的議題 第三個你要養成這個體質 就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都要為他人感到高興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我是這樣 所以我甚至會有點太過度 別人的情緒 別人開心的事情 我會很放在自己的身上 一起開心 對對對 然後我會反而比這個人還更開心 比如說我有個朋友他懷孕了 然後他就是很簡單說我懷孕 然後我就覺得什麼 因為我只是他的可能朋友的朋友 儘管他會覺得太超過了吧 有那麼誇張嗎 但他還是會覺得 哇你是一個很真誠的人 對這個我再延伸去講呢 我現在創業了幾年之後 我覺得有一個法則 也是我一直在練習 就是利他法則 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睡覺 我可能要做上百個決定 那你在做決定的時候 一定會有各種立場 比如說為公司的立場 為我個人的立場 員工之間 老闆之間 廠商之間 或是跟家人之間 你都有不同的立場 要去做不同的決定 這麼多的決定 這麼多的面向之下 把利他放在第一 如果跟你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那怎麼樣是對你好的 然後甚至有同事要離開 要離職 或是有人要入職 要面試 他來的時候 如果我主動問他是不是要喝個東西 然後是我本人 他會覺得 受寵若驚 怎麼會是老闆這樣問 如果是我去面試 通常這樣我就覺得 哇 可能有些人覺得你也太酷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好溫暖喔 你的出發點是善良的 然後真的是利他的 對這個世界 或是對這個目標的這個人 會非常非常的有感覺 你的生活 你的磁場 你的環境 你的生活狀態 也一定會變得非常非常好 第二個呢 講到人際關係 你知道女生們 今天就是女生的俏俏話時間 大家都會一定有那種 我看到某一個圈子 我超想加入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圈子 其實是你很想很想進入的 我覺得那個圈子是很 能夠幫助你 自我提升也好 或者是幫助你的事業也好 或者是 欸 你覺得在那個圈子裡 你真的打從心底的快樂 但是你知道 女生那個圈子其實很堅強 其實是你要進去很難 跟你要出來 就是有點你也出不來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進入圈子的裡面 書裡面有找到一個方法 我覺得蠻可愛 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不要去想說 我要跟大家變好 因為你要圈子四個人好 正常人都會想說 我要跟A吃個飯 我要跟B送個禮物 跟C怎麼樣 然後就慢慢融入個圈子 他說其實不是這樣 就是你跟這四個人 你就是挑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呢 甚至是這個圈子的 尤其是領導者 或是最有影響力 或是最high的那個人 然後你就去跟他 也不是說裝熟或什麼 就是跟他好就好 那你也打從心底的對話好 或是很真誠的跟他交配友 你知道跟這個人好了 其實如果他有在圈子裡面 是有影響力的 這個人也打從心底 把你當成他的至親好友的話 他這任何圈子都會把你帶進去 這是一個蠻值得分享的一個方法 跟相信應該會有很多人 會有這個想法跟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會覺得 筆記下來 第三個重點是 稱呼對方的時候 要稱呼名字 就是說 反正大家謝謝你 就我平常我不會當對你 但有點怪我比較有點太熟了 你看我這樣可以講 你有想到是誰嗎 我身邊有一個人是這樣 我跟他共識的時候 我身邊帶著任何人 或是我看到他對應所有人 他都一定會講出對方的名 然後絕對不會講錯 儘管只是見兩次或是一次 你們也認識 等一下 觀眾也認識 不行不行 你是有感覺 就是裡面書有講到說 家名只是一個 對方的尊重之外 對方會覺得超級親切 把他拉近距離 不一定是本名 就是可能是你的稱呼 或是你的英文名字 語心嗎 對 我從第一次認識他 他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還拍過課程 對 他每一個工作人員就講出名字 然後我覺得 這樣就顯得我很不友善 你懂嗎 因為我真的記不起來名字 真的 就我覺得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好溫暖 難怪是心理師 欸你剛剛講他的那個人 那個浮現出來 馬上講出來 這個層面呢 我還偷切了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 發自內心的讚美別人 跟你敷衍的讚美別人 對方 就是用毛就可以感受得到 哇你今天好漂亮喔 就 就 尤其是 有時候他真的忙 然後你就 對啊 很好 跟你根本心思不在 你眼睛沒有放在這個東西上 其實他會覺得 你還不如不要講這個讚美 他書裡面有提到 我覺得蠻值得分享 第一個呢 是你真的要打聰明心的 所以你要先默默的觀察這個人 就是 反正今天 這個搭配不錯 不錯啊 他舉了六個例子 第一個呢 是讚美看似平凡的事 譬如說 欸你今天的笑容 真的讓人心情很好 就你今天就算在邋遢 你的笑容還是讓我心情很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讚美值得尊敬的事情 譬如說 我覺得你守時的態度真的很棒 就是 你這個態度 是值得被人家尊敬的 就可以從這個切面 第三呢 是讚美對方的小改變 這是我最會的 就我很想說 你剪頭髮 欸髮型不一樣囉 可是我好像不會讚美 我就是欸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對方都可以感覺到 我是打從內心的去 留意他 然後他說 譬如說 你今天眼影顏色很適合你喔 眼影也太超過了吧 眼影誰看得到 太難了吧 就是那種小小的改變 第四個呢是 讚美缺點的 積極面 譬如說 雖然有人說你優柔寡斷 但其實代表你很認真在思考 比如說你動作慢 代表你很細心 我就在講我就是有點嘴軟 就是類似這樣子 就我可能沒有發自內心 第五個呢 是讚美他努力的態度 譬如說 你總是在背後默默的支持大家 譬如說 我們有時候辦一日電腦活動啊 或團隊活動 一群人就 忙了四個小時 然後大家很Lag 大家都很忙 然後我就會每一個 只要有計畫好 我就跟他們說 今天謝謝你也有你 或是我就會傳訊息給大家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你從他們努力的時候 感覺說 我今天努力是很值得 因為有人看得到 有人肯定 最後一個就是讚美個性與內在 這個就是更深層 他這邊舉例是 你坦率的態度 讓人覺得很值得信賴 真的是他這個人的個人性 他個人的個性 你這個雄浪的態度 你這個溫柔的 因為他看著我講不出來 好OK 你這個調皮的個性 就讓人家覺得心情很好 你看我現在就讚美了一個啊 是不錯啊 幹嘛害羞 害羞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六點 我自己都覺得浩斯的筆記下來 然後內化成自己的優點 自己的個性 那說到人際學 說到好的人想要加入 好的人想要靠近 好的人怎麼樣相處 那相同的也有 壞的人 對 就是在這個社會當中 有我們非常看不順眼的人 然後討厭的人 或是覺得能量不是共正的人 面對這些人的時候 這本書裡面也有提起幾個方案 跟心態啊等等的 第一個呢 就是你要跟他們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比如公司的同事 如果他私下還願意去吃飯 那你可能就是稍微 就是迴避或是玩具 如果是一個可以不用太常見面的人 那就縮短你們見面的時間 因為你不喜歡這個人 所以你也沒辦法去太隱藏自己的這個情緒 我真的也有如果覺得不合拍的人 或是覺得有點厭惡的人 我其實很容易在言語跟態度上 對他不太禮貌或不太尊重 這是一個我看了那種 我覺得我超級需要檢討的地方 這也代表妳很真實啊 對 可是妳要學 欸你看我是不是馬上學起來 從我的缺點面 從我的缺點找到我的積極面 沒錯 那如果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比如說是一個客戶 比如說是一個你必須得面對的人 怎麼去練習不要有這個討厭的態度 跟自然流露出的那種態度呢 我真的我超容易那個血眼 我媽都說我臉超臭 我說我沒有啊 然後看照片我臉臭啊 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不要去想這個人 你要去專注在 事件 他的事情 你要專注在他講的話 比如說討厭人 其實我們大家都有不喜歡的人 喜歡的人 你自己也會被人家喜歡被人家討厭 所以如果你真的被人家討厭的時候 你就想說 欸其實我也會討厭別人啊 所以你就會有點平衡 就是那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子組成的 正常 我現在講的非常非常的 就是開明 然後怎麼樣 然後我只要一被冒 就 想不開 再來呢 成為討喜的人 其實禮貌非常非常重要 除了真誠啊 溫暖啊 禮貌是一個 就是從小 大概三歲會講話的時候 媽媽爸爸們就會教你要禮貌 那禮貌裡面講到一個 我覺得我也想要試試看 他這邊具體的指出說 如果你在被人家請客的時候 你謝謝還要說兩次 第一個就是你當下嘛 你覺得謝謝就謝謝然後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你下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謝謝你上次請我吃飯 喔 是不是覺得這個人 很有家教 欸很懂欸 或者是你不會再見到這個人 你隔天早上再訊息他 所以這個很開心的時候 還讓你破費了 我就覺得 趕快筆記下來 這個要筆記吧 那禮貌除了謝謝兩次之外呢 還要主動打招呼 因為有些人 欸已經看到認識的人 還是覺得 嗯假裝沒看到 或是好等他來打招呼 我再說 在這本書裡面講的是那種禮貌的感覺 就是欸你明明就已經認識手 那就主動去打個招呼 試個好 對對方來說都會是一個 很得體的一個舉動 最後最後最後壓軸 壓軸呢也是 這本書讓我當頭棒喝的一個篇章 就是除了我個性非常非常鮮明之外 我的勝負欲非常強 我從小就是那種躲壁球比賽 輸了都會贏 對就是大隊接力那種 然後我就會很氣怎麼會掉棒 這是一個天然的個性 沒辦法 就我們只能在後天去看年書啊 或是就是交流中慢慢磨練自己 但我自己就是 古自己還是很喜歡計較輸贏 也就是男女朋友吵架 就會覺得我一定要最後講贏你 就是我講只是為了讓我自己贏 可是講完就是 DAM幹嘛傷他 然後這邊講到說 輸贏根本不重要 你沒有必要為了去爭取那個贏 而又是一段關係 是不是金句 就你那個贏 啊意義在哪 慢慢的把輸贏這件事情放掉 把輸贏放在更值得的位置 比如說工作上啊 企圖心上啊 事業上啊 會對你來說更有幫助 以上呢就是這本 女子人際學給我的很多靈感 跟大家分享 我只講了一小小部分 還要結合一些我的故事 那你想要看的話 誰在這個時候給我列印印表機 誰 你吃一點那個印表機的背景聲 大家一起去書局定喔 詳細的資訊 我把它放在資訊欄 跟大家做參考 那喜歡我出書這一系列的話 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喜歡好不好 留言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支持 對吧 嗯真的 謝謝大家 幫我看我分享你最喜歡的一句話好了 就是我這本有筆記的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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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完了喔 還折起來喔 快折起來 我最後抽這本 看到最後才知道 掰掰 今天呢我的妝容用的唇膏是這個 MAD PEACH 我怕大家想要知道我唇膏差什麼 這是我剛剛化妝師推薦的 好像七月會進台灣啊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一起成為人見人愛的小女孩吧 我要加小嗎 不要 人見人 搶搶於去星星都好 這是一個能量的共振